一定是正交的 所以會長得像你這樣子 或者換個方式的項目 那裡面還有一個長速項怎麼辦 其實你既然已經知道它是正交之後 長速項只是決定說 你畫出來的那條線要經過某一個特定點 如果你特定點已經給定之後 長速項自然可以解決出來 所以待會我們會看到一個例子 教我們怎麼樣去把那個B9出來 這邊舉一個例子來解釋剛剛我們說的那個大段 所以你會看到 比如說 這個就是很標準的and的計算方式 我們這裡有一些點 有些是空心的有些是實心的 然後 如果空心的部分表示說它的結果是0 如果實心的部分表示它結果是1 比如說00輸入結果是0 01輸入結果是0 01輸入結果也是0 然後1的時候輸入結果是1 所以這一顆是用K的 那我們今天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找到一條線 然後畫上去之後可以把黑的跟白的完全分開 這是我們所要做的目的 對 那 一個比較直觀的方式 同樣這個例子一個比較直觀的方式 我們知道如果你要找一條線直接畫出來 你必須 這兩條線一定要正交是垂直的 那以現在看到這個例子來說很顯然的 如果你把點取在這裡 你取一個22這個點 然後 你的 W 你的W直接用22代名取 然後 P 我假設說我今天 這條線 因為這條線我知道一定是要成為這條線 那同時 當作過這條線 結果 結果 結局可以變 他可能有好幾個選擇 我如果今天假設我要經過這個點 其實是很直觀的 我們知道這裡一定是1.5 所以是1.5的地方 那我就可以把 B球出來 因為是 P3 對 那 這樣子你就可以得到 我們剛剛所說的 這條線的方程式 可是你要去試說 這條線的方程式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所以 我們今天試著 帶了 一個點 經濟算 我們把 01丟進去驗證一下 看 那個結果是 如我們所預期 所以 你把01丟進去之後 算完你發現是0 不錯 你說在這一邊 所以 那個方式是可行的 好 那剛剛看到的 這個例子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你點訂了它 一個神經元的時候 你可以很簡單的 把你整個分類 直接分成 這個絕對邊界的 上半部分 相當部 就可以分成兩類 那如果你有 S個神經元的話 所以答案很顯然的 你可以把 你的整個輸出 變成 2的S次方總輸出結果 好 那 剛剛其實 也是 就是讓大家知道 長度相當部分 那再來就是 開始要真正的去講 它裡面所講出來的 規則 然後我們可以知道 假設我今天有 好幾個點輸入 比如說 P1 P2 一直到PQ 然後 對應的結果 可能有T1 P2 TQ 他可能對應結果 就是贏 或一直這樣子 那 我今天有這麼多的結果 有這麼多的輸入配對 我要怎麼樣可以得到 我希望 球出來的那條線 我要怎麼樣求到那條線 那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了 調整今天這裡有三個點 1 2 5-1 2還有 0-1 有三個點 這樣有三個點 然後 我要怎麼樣找到 我們現在所畫的這些線 如果一開始我們直接把長數項也考慮進去的話 其實會比較過濃於理解 所以 書本裡面講的就是說 好 那我們先不要考慮長數項 我們直接就當作它是一條過遠點的線好了 那 你可以看到 同樣是這三個點 或遠點 它的線其實還是可以有很多種選擇 所以 你的全中頸還是有很多點 那 你要怎麼樣才可以剛好 畫那條線 我們先直接把它全部畫開 裡面的例子 它是這樣子寫的 其實一開始我們不用假設說 我就已經知道那個答案是這樣子的話 你用眼睛讓它知道白色配的在這邊 一定可以這樣子畫開 可是實際上你在畫的時候 你不一定知道 你到底是怎麼樣畫才是對的 因為我們最終目的是希望說 這個方法可以讓它自動畫 所以 我們會先隨便給一個隨機值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剛好給了一個隨機值 就是 1跟0.8這樣子 現在這裡 全都是這裡 全都是那個 1跟0.8 1跟0.8 這裡 對 那 如果我今天這樣子畫下去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裡有雙個點 我們想知道說 我們今天畫完之後的 這些點有沒有被落到正確的位置去 所以比如說 我們今天把1,2帶進去看看 然後我把1,2帶進去之後 我發現雷鳳王的結果 A字名 表示它落到了錯誤的地方去了 它應該要在線的這邊 可是它在線的那一邊 那怎麼辦 我們就辦法把它包在我這一邊 對 然後 用這個例子來看 其實那我們就想 好 那我們一個比較笨的方法 很簡單 我就直接把 W2朝著它就好了 這樣子畫上去 不就一定可以過關了嗎 可是這樣子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這個 這個方式不一定可以成功的 比如說 這個例子 如果今天 好死不死 剛好它有兩個點 要長這樣子 你如果朝著那個點 另外一個 就一定會落單 朝著它 另外一個也會落單 所以肯定剛剛那招是行不通的 你不可能直接把它就朝著那個點畫過去 不可能 那條線不可能這樣子做出來的 所以 我們換一個比較和緩一點的方式 好 那我就不要直接朝著那個點畫過去 我用加的 我們剛剛原本那條線 呃 我們剛剛原本那條線 一一還有不一定把我們是往這個地方畫 那 我們既然知道 我們希望它往上面偏 去把那個黑點包進來 所以 那我們 不要直接畫到我們的點上 我加了那個點 朝著那個方向 去改變我們 所做出來的這個 不會有群眾的值 欸 我們發現說 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可以喔 那我們剛剛原本是從 1-0-8 然後我們再加上這個點 的值上去之後 我們會得到另外一個 新的群眾值 不能點了 所以 我們用這個方式 用這個方式再算了之後 我們會發現 欸 這個點過關了 可是 同時另外一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 我如果線這樣子畫的時候 我把一個本來不該包的點 白點就包進來了 對 跟剛剛的例子很像 那如果你今天覺得 太過去的時候不行 好 那我再把它調回來 那我大概調多少回來 就剛好是那個白點的那個值 減回來這樣子 所以線就可以這樣子調回來 可是你如果這樣子一刀切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那不行啊 3又這樣講了 怎麼辦 3應該要分到 不是1-0的這一邊 要分到另外一邊 才對 我知道 它今天被包到這一邊了 所以有時候你在調整的時候 它會剛剛好 它原本已經調好的東西 原本是對的 經過你一條就錯了 那你就必須再調整一下 那我把3的也加過去 這是3的 然後我把剛剛3的那個點的線量拿過來 然後往上加 再小調一點點 這樣子切就剛剛好 它可以剛好滿足原本我們所要的 3個點都沒問題 這個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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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看看剛剛那3個例子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在調整的時候 有時候用渣的 有時候用減的 有時候用減的 其實就是看我們預期的結果 跟實際上算出來的A值 到底是一樣或不一樣 然後如果是 比如說 像剛剛前面的例子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 我們算出來是0 可是實際上它要1的時候 我沒有渣的 那如果像這樣子 我算出來是1 可是實際上是0的話 我們不用減的 所以 我們從前面可以得到一個 小小的啟發 就是 其實這兩個數字啊 1或0就會決定的時候 是變成減的 用減的 然後我們最後就已經算完了 好了之後 表示說你都不用動了 所以不用動的時候 其實 你可以把這個看錯跟3個一樣 其實它就是還有加或減都可以 加上有皮 可是那個P就是沒有 所以你剛好可以聽 這樣子 那 這三條式子 其實以數學的方式來看的話 你可以把它看錯跟下面這兩個式子是一樣的 其實就是 你把 E0做是T-A 就是這兩個實際上 跟你算出來結果的差值 對 那如果說今天有差值的時候 可能你就是 你就是 必須去加或減 你原本的那個 輸入的點 的下面 那如果今天沒有差值的時候 就只能停住 可以不接 那 很巧的剛好是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E0剛好是T-A 所以 E會有正負值出來 剛好也會剛好是這裡的正負值 所以 換個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解 你會得到下面的這一條式子 其實 新的權重就是 舊的權重 直接加上 你相前往之後的 其實相當有的 其實是 那邊 你講那個 中間那個1 1 5-1 5-1 5-1 哦 對 然後 同樣的那個 輸入值的部分 跟這個地方也是一樣的 其實 那個 偏置值的部分 跟這個地方其實也是一樣的 它只是當作 它不受輸入的印象 對 所以這個地方只會增加E1 所以 你從剛剛這樣子的 一連串對到 你可以很簡單的理解 反正我就是 新的值 永遠就是 舊的值 加上那個X的相用 就成長的那個E0 那再來看一個例子 這個是第三章的例子 那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它跟剛剛看的 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是有三個速度的 但是它的整個觀念跟邏輯 就是用我們剛剛所講的那個方法去想 對 假設我今天有兩個點 P1跟P2 然後P1是1-1-1 分出來結果應該是要0 P2是1-1 分出來結果應該是要1 那我怎麼去找到我剛剛所說的那一條線 那我們可以先隨機給了一組全中值跟一個誤差項 對 然後如果我們把全中值 乘上一開始P1這個input 然後再加上我們所隨機印出來的這個誤差項 我們會算到一個結果 我發現算出來的結果是1 可是實際上它的結果應該是要是0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必須調整 對 就是用剛剛所說的那個方式 我們就是把原本的那一個 然後用我們所心算出來 這邊就是那個誤差 然後用剛剛所心算出來的那個子彈去 我們會算到這個 這個是新的 同樣的 互差的部分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會算到一組心得 然後這組心得通常送完之後的結果也是 太硬可以滿足剛剛P1那個點了 所以P1是過關的 但是 你怎麼知道P2會不會過關 所以你還是得把 你算 你先算出來的那個W跟B 然後用P2 在同樣的方式再檢驗一次 對 所以你會看到 P2其他預期結果應該是1 可是我們算出來的結果是0 所以他不會過關 所以我們必須再重新就算了一次 對 那你算完的這個結果 你在這邊重新衝完之後 你會得到另外一組新的值 W跟B 然後這兩組值 你可以再帶回去算P1 因為我們剛剛知道 你每經過一次調整的時候 他都可能是原本已經符合的變成不符合 所以你必須再做驗證一次 對 那只要你再重新帶回去驗證發現說 他剛好是符合的就可以了 因為你看P他原本希望是0 然後你算出來也是0 他過關了 對 等到他過關了就可以停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第三條四肢 如果新的跟舊的相等的時候 就可以停 好 那同樣的這個方式其實也可以從 一個神經元推廣到很多個神經元去 可是 你怎麼知道 那個解一定會存在 還有你怎麼知道說 你這樣子防感覆覆調整之後一定有解 而且不會出現像剛我們所看到的那種震盪的例子 然後課本裡面其實他有這個部分的證明 對 這個部分的證明你就把它略過了 對 所以意思說一定會收斂 對 課本它上面有寫 他說一定會收斂 他寫了就會證明保障會收斂 然後他寫說 用同樣的方式其實你可以去證明其他的神經元推 他也一定用這種方式之後可以得到有收斂的結果 他是這樣子寫的 對 存在性有證 蛤 喔沒有 我補充一下 收斂性有證明 收斂有證明 收斂有證明 但是 他的前提是 解藥存在 解存在 解存在才會收斂 解不存在就什麼都沒有 存在性就能證 應該是 我覺得他的意思應該是不一定會存在 對 不一定會存在 所以你不能證不存在性 如果他是線性可分割的 解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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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會收斂 對 有沒有一個檢驗的方法 就是說 假如他是線性可分割的 因為 輸出很多 然後 你不確定他是不是線性可分割的 不確定他是不是線性可分割的 不確定他是不是線性可分割的 對 他前提就是 這個 這一張講的基本上都是線性可分割的 對 我就說今天我給你 100萬米輸出 其實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線性可分割的 還是就用這個去跑 跑到他收斂 會收斂 就當作是 不一定會收斂 對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線性啊 對 這個遊戲的規則建立在一定是線性啊 對 然後不是線性他不保證嗎 對 假如說 有100萬米數據他真的是線性可分割 可是我們怎麼知道他其實是線性可分割的 如果是線性的嗎 如果是線性的他也正能說 我一定可以找那個答案 對 阿如果我們舉一個例子 XOR 你轉很標準的 00的時候是01 有時候也是00 然後01或00的時候是01 它長得是像這樣子 黑眼在這裡白的在這裡 你無論如何不可能找到一條線 可以剛好把白的跟黑的全部分開 剛剛像這種也是啊 它是一個環狀的時候 你怎麼能找到一條線 剛好前下去可以把白跟黑的分開 就除非你那條線可以裝完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你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你把那種激活環狀 換成其他東西的時候 它那個線性可以裝完 就是我們後面所看到的 最近垂研拉出來的那些 新的神經網路的方式 所以那種其實都是非線性的 而不是他現在所講的 那它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很古早 在當時就是卡在這一步 後來有人就是拿這些東西出來 你不要拿走這些這些這些方式 你根本沒有辦法找到那些 它可以分開的線 所以這個方法是沒有用的 當時就是實在這個地方 就沒有出所遠走 以前 好像好幾十年了 可能是1960還是1970年代 兩位那個MIT的教授 一個是過世的那個Maleminsky 他們出了合作了一本書叫Essetra 然後當中舉的例子就是SOR歷史 那那一本書出來之後 照著整個神經網路就停滯了大概20點左右 一直到那個Hotfield Network出來 第二次是神經網路的心情 那時候就有back progression出來 所以就解決這個線性分割的問題 然後以後就改用Amini了 現在的activation function都是Amini了 好謝謝 就這樣結束了 沒有了 這張就只有張子而已 講完了 對 那今天他沒有講那個最後證明他為什麼收斂了 對不對 那這裡還有一個是書本 我記好像放在練習題裡面 就要剛剛講到那個震盪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問題比較簡單 那基本上就是輸出經過那個Unifunction 然後0跟1 所以他的range很大 那今天是利用這個 我不曉得這是最初的SOR歷史的Rending rule 那這一張他的這個Rending rule 其實是比較單純的 然後因為range蠻大的 他就是切兩邊 所以震盪的問題在這部分看的比較不明顯 那到了複雜的問題 比如說你剛剛講100萬資料 然後他可能是被線性的時候 那你每次去調 比較後面加減那個疊代的那個數字 他在這個例子是用原本的那個香料去加或減 那我記得好像是這一張的最後練習題 他在後面那個加或減 前面加上一個Rending rate 就是我們現在在學deepRending裡面 他開頭講的 他每次疊代的時候加減一個值 都會再乘上一個像α 這樣的一個Rending rate 那這就是要避免震盪 變成說你今天調那個角度 你不是角度 調那個 全中 很差 全中修正 全中 不修正 不是權 不是權重 那個叫做什麼 血律 血律 血律過大 然後就變成震盪來回 這樣一直震盪 那Rending rate就是要避免這種問題 然後後來 後來 有多講點 後面PayPockation應該也會講到溫 那後來 為了解決 從數學上面去看這個問題 就用微積分 就一次為之 二次為分 來看那個曲線 一次為分可以看到 它那個 比如說曲線 那個骨底在最八等 那你 你微分 比如說 一個Y等於S平方 一個 像上升的這樣 一個底部再下的 0點在底部再下的 一個曲線函數 那你Y等於S平方 這個函數 你對它做微分 就等於2S 那你如果是 在這曲線右半部 那你今天如果 現在S是大的 然後Y是大的 那你看看2S 那你就知道說 你偏離底部 底部是0,0嘛 那你現在知道是大的 所以你就往下減 那反過來如果S負的 Y是正的 因為一次為分 Y等於2S 那你再出來 結果Y是 你就知道說 要由負的往正的 因為底部是0,0嘛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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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要加加 所以如果你在雙曲線 走外邊 你就要把S值 往上加 那你在右邊的話 就要S值 要往下減 那因為你怕 比如說剛剛講的 雙曲線的例子 你震盪到底部 又跑到另外一邊 就會過去了 所以它才有能 Rending rate 然後當它越接近 底部的時候 Rending rate越條越強 就是要避免震盪 就是這個 這是這一張 它本文裡面沒講的 但是好 你記得我有看到 它把這個放在列寫體裡面 就是這個 EW 然後轉置矩正成P 然後加V 這個 裡面的那個 不是這個啦 就是有三個公式 不是有沒有 一個往上加一往下減 然後一個 如果兩個 結果是一樣 就跟舊的一樣 那個地方 你可以退回前面的同學 那個 加減 對 就剛剛看上去 剛剛的 這邊 是一樣 不是 不是 這個 這個 除了 等一下 前面 這個 這個 寫錯 應該是 負一 那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你這邊 加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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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調 每次變動的 就是不要讓它一次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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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小於一 都是零點幾 當然 可能會設在 0到1之間 那這個 就是 讓它每次加二 減的時候 不要超過 那個 那個 你的那個 不管是 弱線性的就是那個 Boundary 不要跳過那個 Boundary的另外一邊 就是慢慢去近 當你如果 如果 這張的Case 是 Ninous Severation的話 就是那個 Boundary 那一條 等於0的線 就 這個 在 在這個地方 乘一個 Alpha 去調 讓它每次不要加太多 加 減太多 就是這個用力 大概是 這樣子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就到這樣 還有問題嗎 我記得 好像上次讀歲 有人問說 這個會怎麼調的 他基本上就是 今天 我猜這可能就是第一代的 Essetron 他的Lending Rule 所以他 那時候就沒有辦法解決這個SOR 那那個 Rosenberg 他很年輕 好像是意外過世了 在他過世前 基本上他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像那個SVM的那種 Know Check是在這個後面嗎 對 那個是更晚的 那個SVM基本上是在我大學後期 那時候紅起來 其實第二次神經網路的興起 是被SVM打下去的 第二次 我自己深刻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說 那個 跟現在其實很多人在批評的問題 是一樣 他有兩個弱點 第一個 第一個弱點 就是說 當時雖然解決了 線性 就是 非線性分割的問題 當時已經解決了 但是因為當時所有的網路都很 層數都很短 很多只有刀 我看到的刀分都是 教科書都是寫三層 我沒有在那個時間點 出的所有教科書 我沒有看過四層以上 我所謂三層是 輸入算一層 然後隱藏層算一層 然後不算一層 那這本書裡面講 只有算隱藏層 他的輸出跟輸入都不算 那我早期 1980年代跟90年代初 那時候出的神經網路 我自己看的書 都是input算一層 然後中間算一層 他講中間層 他不會講隱藏層 然後輸出層 那時候的書都是這樣寫的 那可能有一些paper的研究 有超過這個三層以上 教科書 就是所有在解釋神經網路 不管是哪一種神經網路 都是以這樣的架構 尤其是這種 最基礎的 最基礎的 Centra為基礎的 這種網路都是三層 雖然當時已經解決了這個 Nanini的問題 那因為他網路都很小 再加上當時 GPU也沒有現在的平行預算 也沒有那麼多核 因為那時候可能才剛剛從單色顯示卡 轉彩色顯示卡 可能256色那種年代 所以GPU算的也不會比GPU快 所以整個計算力都不足的情況下 所以當時他的結果 並沒有比傳統方法要好 包含AI的其他的機器學習方法 Neural Network並沒有比較好 這是當時一個最大的原因 他第二個就是現在還在吵的 就是Neural Network是一個Black Box 他到底怎麼算的 沒有辦法從數學的證明上面 去預先知道說 他所有的解會是什麼結果 就是他實際上面 他怎麼得到這些解的 然後會有可能哪些意外 沒有辦法預先知道 這次神經王物到現在 從數學上沒辦法真正去 都是實驗的 去證明說 實驗的結果都符合這樣子 就像那個 有一個數學上的男朋友 證明那個直數 不是啊 費馬 費馬已經被證明了 那叫什麼 一個德國還有你的數學家 黎曼猜想 對對對 就跟黎曼猜想是一樣的 實驗 所有基於黎曼猜想的 有很多配本發表 但是黎曼猜想本身沒有辦法被證明 至少到目前 他這個猜想是沒有被證明 可以丟點類似像這個味道 這是 巴黎年代跟這一次第三次的神經網路復興 改名叫深度學習 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但因為當時整個計算力不夠 那很多人就拿來工程應用 跟現在有點類似 就是你想得到什麼 全部都給他套神經網路來試試看 那因為當時的計算力不過 不夠power 所以很多跑出來結果 事實上都沒有比傳統一些原本工程的方法有優勢 不像現在 現在你只要非常複雜的問題 可能只有deep learning 才是最好的結果 跟當時的時空環境不一樣 那我其實個人就是 也是因為當時覺得神經網路在這方面 他的基礎不夠穩定 所以我才去念biology 所以我覺得因為我看到一些早期new or network 都會把兩邊的 就是他除了工程應用 他會證明說 他實際上面如何在神經網路理論上的過程 可以從神經科學得到一些什麼靈感 然後得到這些靈感可以回饋來去給這些生物學家一些新的想法 他們可以做怎樣的實驗 看看這些理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那其實現在也有走在這一路 但是因為做工程的他有利可圖 那做純理論的基本上是賺不到錢的 所以這部分呢都是想中的 很小的想中 OK 好 那沒有什麼問題我們今天就到這樣 OK OK OK